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韩国半导体产业在过去几年中,遇见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例如,晶圆代工业务先进工艺进展不如预期 一直没能赶超台积电 记忆体晶片业务领先地位不如以前,与追赶者差距正在缩小 行动SOC备受打击 半导体产业已经成为能左右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产业 当前,半导体产业从全球化向区域化方向发展 欧洲、美国、日本、印度等地都在积极加强本土半导体产业发展 韩国也在不断强化本土先进半导体布局 韩国政府3月中旬,举行第14次非常经济民生会议 发表了国家尖端产业培育战略和国家尖端产业代建设计划 该次会议的核心是,计划在20年内投入300兆韩元 将经济道龙人市打造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尖端系统半导体机群 建成5个尖端半导体工厂 并将材料、零部件、设备和半导体设计企业培养成跨国企业 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尖端系统半导体机群 打造全球史无前例的半导体巨型机群 韩国总统表示,最近从半导体开始的经济战场 正在向电池、蔚来汽车等整个尖端产业扩散 各国为了在本国引进尖端产业制造设施 正在不遗余力地提供大规模补助金和税制支援 韩国也向记忆体半导体、OLED等领域提供政策扶持 虽然在显示等部分领域 已经拥有世界水平的技术和生产能力 但政府必须切实支持民间为进一步增长的投资 韩国这次制定的国家尖端产业培育战略 和国家尖端产业带建设计划 就是为了构建以韩国半导体产业为基础的生态系统 据分析,这不仅是为了应对地缘冲突 也是为了应对台湾、日本、美国、欧洲等大规模半导体投资 加强本土半导体产业生态建设 有助于韩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重组过程中掌握主动权 韩国总统还表示 韩国这次计划打造的全球最大半导体制造基地 将压倒美国的德克萨斯州 目前尚不清楚韩国在首尔都汇圈 打造全球最大半导体制造基地的计划 是否会影响到三星在美国投资170亿美元的建厂计划 据此前相关报道 三星对美国晶片与科学法案的补贴的附加条件 比如需要分享超额利润等保留意见 因为该法案可能会降低其在美国建厂的利润 三星半导体事业负责人在这次会议表示 他们计划到2042年将投资约300兆韩元折合2300亿美元 建造五座先进的晶圆厂 助力韩国政府规划的首都圈 建立世界最大半导体制造基地计划 以提高韩国半导体制造能力 三星将该专案成为 Samsung Semiconductor Mega Cluster 计划连接气星区 华城市和平泽市的现有半导体生产基地 有助于形成三星半导体巨型机群 实际上 京畿道对于三星半导体来说 更是意义非凡 从三星电子半导体生产线的地区来看 气星园区曾是三星电子半导体的发源地 1983年 三星在京畿道建厂进入半导体领域 1988年建成了四五线 宣告了三星半导体的开始 现在以六线和S1线为主轴 启动了代工业务 三星电子正在这里建设 新一带半导体研发园区 预计2025年投入使用 按照韩国政府的方针 如果在京畿道龙人南沙裔建设大规模系统半导体机群 龙人市将建设位于原三的记忆体半导体机群 位于南沙国家尖端产业园区的代工等系统半导体机群 位于三星电子气星校区的新一带半导体研究中心 位于原三南沙集群和气星平台成的材料零部件装备企业机群 龙人市长则说龙人市是三星电子气星园区半导体最先开始的地方 正在进行龙人市出人区原三面一带半导体集群的组建工作 再加上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和国土交通部 决定在南沙裔建设大规模尖端系统半导体产业园区 这是为了扩大龙人半导体生态系统 壮大半导体力量 持续韩国半导体超差距的明智判断 华城园区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建设 是将三星电子打造成世界记忆体半导体第一的主要园区 三星现在在华城园区 不仅构建了主力产品DRAM NAND Flash 还构建了尖端代工流程EUV线 华城12线主要生产NAND Flash 1315 1617线主要生产DRAM 华城园区 还有S3S4等代工线 三星电子的最新半导体生产正在平泽园区进行 平泽园区占地面积共289万平方米 最多可建设六条P1至P6的半导体生产线 其中P1生产尖端DRAM和NAND快闪 P2是混合晶圆场可以生产EUVDRAM 七八代NAND快闪和5奈米以下代工产品 P3是最近开始运行的晶圆场 P4的目标是明年上半年启动 P5和P6正在进行建造建筑物的准备阶段的工程 由此看来 在京基道龙仁南沙裔建设的三星电子系统半导体新线路 从汽星 华城 平泽到龙仁南沙裔的三星半导体集群有望成型 韩国新组建的集群集中培育系统半导体 是为了完善现有记忆体比重较高的韩国半导体产业 因为系统半导体市场规模是记忆体市场的两倍以上 韩国政府对龙仁南沙裔寄予厚望 韩国产业部方面解释说 将把包括记忆体 代工 设计在内的半导体全领域价值链和优秀人才聚集在龙仁 搭建全球半导体产业集群的领先模式 如果该半导体产业集群建成将与华城 平泽 立川地区 现有半导体生产园区和附近的企业联系起来 组建半导体巨型集群 龙仁半导体产业集群除了引进三星电子之外 还计划引进包括国内外优秀材料 零部件 设备级半导体设计企业在内的最多150家企业 在集群内进行企业 研究所 大学之间的共同技术开发和时政事业 同时韩国政府将支持韩国国内设计企业半导体生产 有望加强半导体生态系统竞争力 为此 韩国政府不仅将扩大人工智慧 AI 四奈米半导体工艺 汽车 家电半导体用工艺的开放 还将集中支援优秀设计厂商的流片和量产 培育十佳销售额达一兆韩元的晶片设计企业 韩国政府计划到2030年为止推进3.2兆韩元规模的电力 车载 AI 等新一代有潜力的半导体核心技术开发 为了弥补先进制程的局限性 韩国政府将在尖端封装领域进行24兆韩元的生产 研究中心投资和3600亿韩元规模的技术开发支援 此外 韩国经济道为支援半导体材料 零部件 设备等 半导体产业三大薄弱领域的技术开发 将在三年内共支援90亿韩元 韩国经济道半导体产业科科长表示 经济道将通过半导体供应链薄弱领域的技术开发 技术实证 合作体系支援 尽最大努力加强供应链自立化 可以看出 韩国这次组建最大的尖端系统半导体集群 并下定决心强化本土半导体产业技术实力 就是为了在国际产业竞争和地缘危机中掌握主动权 也是为了能够在未来国际产业竞争获得充分的竞争力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ichting blessings find tutte noi своихέρenti 对我们就 royalty